你这一门是真修 其他的也帮助你作修 真足 双修 是会的 全是利益 全是功德 不会 那就发生障碍 甚至造罪业 互相汇报 互相标报 这就是造罪业 自然会打 不知道自它是一业 一提 这个道理不亏不知道 知道自它一提的时候 这一业门 就是一切法门 就是破门 业门深入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无量寿经讲这三个真实 你统统得到 这三个真实 我们不按经典配列 我们按我们自己的需要 第一个 智慧 真实智慧 第二个 真实知己 第三个 真实的利益 它对自己 对别人呢 对别人的时候 后面两个要调换一下 对别人 真实智慧 真实利益 后面是真实知己 排列的 排列的死地 活的 不是在盘的 随意语言 都重啊 随意语言 就是活破的 随佛法 没有定法 活的 拿来定法 佛现在身相 没有定下 法华 破门篇里面说 愿意什么神得度 就献什么神 你看 都活破 他需要什么法 就说什么法 佛有没有法 可说 无有法 无有定法 可说 那么由此可止 所谓的法 全是方便法 真实也是方便 方便的 就有真实 为什么 你开悟 就真实的了 而不开悟呢 真实也是方便 方便 妙啊 这净土宗啊 并表念佛 最为情 一夜之夜 细为念佛 没有一样 不是念佛 又往生的 为三种 庄严 如意发去 啊 这个三种 专业 说的多了 固图 专业 先从一报数 就是西方 极乐世界 专业 十七种 说了十七种 啊 正报专业 正报 有佛 有菩萨 佛 说了八种 菩萨 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太多太多了 说了四种 说了四种 这三种是大分的 那三种 这是尽宗的宗旨 尽宗学习 终极的目标 我们要得什么 真实智慧 在那里 无意发生 在那里 真实利益 在那里 都不在心外 心外 无法 都在心 这个心 是真一心 菩提心 妄心里都没有 妄心里都有烦恼 真心里面有智慧 有法神 有功德 利益 就是功德 真实利益 就是真实功德 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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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量的功德 功是功用 得是本具 自信 本具 自信 就是发生 发生 是自己 不生 不灭 清净 无畏 修复 终极的目标 就在此地 本经上讲的 三种真实 真实 就是自信 就是自己 真身 禅宗所说的 父母未生 且 本来面目 我们学 净土的人 本来面目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的 本来面目 我们到极乐世界 祝福 名号 通通叫 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 不会看乱了 不需要分别 一点 一点没认错 阿弥陀佛 是我的老师 每一个往生的人 到那边 都成就 成就了 都是阿弥陀佛 都成佛了 这一品 必成真确啊 必定成真确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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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